法谷山水月道场那个大渡路这边的门关了好久 最近门又打开了 我想又是我的缘分到该去道场看看的时候了 这里就是法谷山最多人取景的角度了 水月道场就是这里了 空中花水中月 哇好漂亮哦 如果你没有来过 这里是一个佛教圣地 但远远看或直接这样看 很像library很像图书馆对不对 你看这样子就是很简单的很平易静的呢 就能够让佛法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 过来这边这一排树啊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就是菩提树 哇风吹过菩提叶沙沙沙的 这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飞台 哇听到风的沙沙声吗 有没有发现这边的叶子不一样 嗨这个是班叶的菩提树耶 我们这样走进去看一下它的叶子 是边缘有鲁白色 你看这是班叶的菩提 靠近来欣赏一下班叶菩提 左边是大雄宝殿啊 右边的话就是一个小公园 然后正前方的后面啊就是那个观音旁边有一个香草花园哦 我三十年前就来这了 所以说这个门是应该少数还留下来 其他都是新的建筑啊 这整个这一圈都是新的现代建筑 这个开山农舍 当然也是这个就是三十年前就有了 这一边的话 这一个绿色狗门 绿色的门我们走过去看牌楼 鹿池碑门出现了就是这里了 如果跟我一起来朋友都会被我从下面牵过去鹿池碑门 好粉二鼠尾草很漂亮耶 这新种的那花花色非常的紫色 有没有看到水当当的 然后后面的话是芳香万寿局 这个是今年新种的 看得到新种的痕迹 芳香万寿局 再来这个迷迭香 迷迭香也是最近新种的 所以看得出来还蛮小颗的 再过来 这个里面有一些睡帘 我也有种睡帘 我家睡帘比这还多 啊对了 水味道场正中间的那个大池子 有很多很多睡帘 那这里有一些蓝心花 我家也有种 那这个是可能受到干枯 还有点风害的柳叶嘛 鞭炒 蕨类大概已经可能受不了风跟日晒吧 已经黑掉了 在观音前面 这个是猫须草 可惜他做了修剪 所以看不到开花 不然 我家现在花开的可是超多的 啊 再过来这河本科的植物好漂亮啊 这欧洲人超喜欢这种东西 因为没想到这里也有 因为对河本科 对欧洲人来讲是很漂亮的植物 我也觉得它很高雅齁 然后后面有那个比较深绿色的是木贼 来参观的朋友准备返家了 有没有我在鹿池碑门旁边等你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介绍 欢迎你分享与订阅我的频道 一起享受香草与田园生活的美好 拜拜 我要去那个 法谷书店买一些东西的 哎太棒了 听说最近室内这个书店可以拍照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漂亮哦 陪福有福 真幸福 广结善缘大家来陪福 感恩之处人人幸福 有趣 自立 高兴 开始 智利 听说 订阅